二八連假第一天一早被車接中站 施打人潮不多 大約只有20多人 有民眾原本不想打第三劑 是經過家人勸說才決定施打 第三劑打氣明顯下滑 24期預約率也創新低 截至24號國內第三劑 約有910.7萬人接種覆蓋率只有39% 其中長者65到74歲 接種率61% 但75歲以上長者卻未打五成 專家憂心長者第三劑接種率 若未提升 三月鬆綁檢疫措施 可能會有社區風險 新加坡統計未打疫苗者 比完整接種疫苗者 死亡率多出21.8倍 國內疫情已有兩例死亡 分別是一名八十多歲富人 和一名六十多歲男性 兩人都有慢性病史 而且都只打兩劑疫苗 目前指揮中心只針對施打 第一二記者提供兩百元以下獎勵措施 延長至三月底 對於第三劑打氣 明顯第一名有專家認為 也應該祭出同樣的獎勵措施 如果政府可以獎勵施打第三劑的加強劑 也有獎勵措施 那當然可以提升更高的第三劑施打效果 如果可以達到六七千人以上 那臺灣相對安全許多 接種第三劑對抗Omicron防重症死亡 也是相當重要 臺灣施打的民眾 應該要趕快接種提升保護力 記者余順行 陳嘉倫 台北採訪報導